剛剛益善有特別提到 我同樣的話講三遍了喔 我會以民眾黨主席的身份參選總統 到底 但是我晚上之後跑去找郭台銘 可是郭要選正的耶 對 時間我先講一下 最近不是大家國民黨民眾黨都在討論誰是大雄啊 誰是那個季安啊等等嘛 季安 胖虎 胖虎 阿虎 好 我要講喔 你很復古耶 我很復古啊 這重點 我發現柯文哲有個慣性 他只要藍白盒一不順啊 覺得他被欺負的時候 他就會去找多拉A夢 所以郭台銘是多拉A夢 多拉A夢出現了 對啊 口袋裡很多東西啊 不知道是什麼 很特別喔 昨天這個對我來講 是柯文哲的第二次宣誓 柯文哲講什麼 他說我現在要走我自己的路嘛 我自己要選我們的了 民眾黨代表民眾黨來參選總統嘛 當他講完之後 要以總統候選人身份站到底 他晚上直接夜奔 郭台銘的住家耶 所以這件事情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藍白合照 一稍微不順暢 柯文哲就會強調 他跟郭台銘的關係 那很特別的是 他去找郭台銘 媒體又拍到了 新聞又出來了 所以這是刻意要讓大家知道的事情嘛 對 好 那重點是喔 郭台銘辦公室的發言人很有趣 他出來講說柯文哲來幹嘛 來惡補統計學 拜託 關心近期6%3%到底什麼狀況 你不是台大醫學院的 你不知道統計學 這我懂 因為朱立倫啊 他是會計博士 所以你在朱立倫面前去 搞這個什麼民調啊 3%6% 你是關公面前耍大刀嘛 對啊 然後呢 原來如此啊 去找郭董 郭董是中國海事專科學校的 航運管理科 找他惡補統計學 OK 因為他生意做得好 所以統計很擅長 好 那這個時候你看到 國民黨崩潰了齁 我講國民黨崩潰狀況 可以用一句總結 就是當時藍白和柯文哲劃壓 簽下了這個不平等條約啊 藍營的這些人 有多開心 現階段就有多崩潰 當時多麼的喜滋滋 現在就多麼的崩潰到極點 就慢了多兇 你看喔 韓國瑜直接 現在角色又浮現了 李德偉跳出來講說 我們國民黨有必要 卑躬屈膝到這種地步嗎 藍白若不合 乾脆讓韓國瑜來當侯友宜的副手 這句話說真的 我用韓國瑜的三個字 送給李德偉 跟國民黨的朋友 可憐啊 可憐啊 真的可憐啊 為什麼你現在還要拿韓國瑜 來拉抬侯友宜 就證明一件事 5月17號朱立倫提侯友宜 提了一個史上可能是最弱的候選人 所以現在大家無所不用其極的 叫什麼補強侯友宜嘛 來我們來看看柯智恩 因為很多人也提嘛 那柯智恩有沒有可能當副手 來補強侯友宜 柯智恩講喔 國民黨我們還是希望是男柯P 就是說國民黨還是希望說柯P可以來當副手 那女柯P就柯智恩嘛 留在不分區好好深耕高雄 但是如果藍白河不成 百年大黨就走自己的路 所以看到什麼 藍白河破局 藍營現在沒有柯文哲之後 找韓國瑜 找柯智恩 找人可以補強侯友宜 但如果最後柯文哲不來 那就各自走各自的路了 對 所以現在看起來 似乎藍白要合 應該不是那麼的困 不是那麼的容易啦 一般判斷他可能真的就會 到最後分手了